一边为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在美国鼓动恐怕舆论 一边又要依靠中国的工厂来实现自己公司的发展需要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一篇长文中 讲述了美国知名社交网站脸书的创始人 美国Mate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这番既矛盾又尴尬的处境 根据该报的介绍 尽管扎克伯格在过去一年里 一直在美国政坛煽动恐怕舆论 想利用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打压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TikTok 但他的公司Mate在发展虚拟实景和元宇宙业务时 却又离不开中国的工厂给他生产几乎所有相关的电子产品 结果靠打反华牌在美国市场竞争的扎克伯格 不得不面临着他的产品上却处处打着中国制造的窘境 就连他公司的一些高管都觉得 这么搞的话会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 更尴尬的是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透露 扎克伯格和Mate公司的高管们也曾想过将生产线转移 但却四处碰壁 比如他们考虑过把电子设备拿到中国台湾去生产 可不论是中国台湾还是诸如越南印度等备选方案 都没有中国大陆那么完备的智能电子设备供应链 以至于最后一些高管也承认此事没有可行性 尽管Mate方面仍然没有放弃这种打算 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称 中国方面会不会对扎克伯格和Mate这种一边砸中国锅 一边又要吃中国饭的做法进行清算 目前还尚不清楚 该报称 目前Mate在中国的业务比起苹果和特斯拉这两家公司的规模还是要小些的 而且中国的工厂一般嘴巴也很严不会透露他们和Mate的合作信息 另外不少中国的企业和机构也需要通过扎克伯格的脸书平台去拓展业务和宣传自己 该报还引用分线式的说法称 和Mate合作的中国厂家正在密切留意局势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